哎呦 航運真的看不懂 多空交戰 我想要全力充值信仰航海王 可以啊 全力做多 但是小心囂張空軍 新闻說 車是量能激動 缺車惹禍 現在電動車概念股都不要看了 缺車的意思是什麼呢 大家都想買車 只是不好買 需求大於供給 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即時通 我是瓦倫 大家好我是李歐 航運我真的看不懂 一下跌一下漲 去年的水手們都好快樂 Oh oh 只要做多都有賺 我也想加一 航運股五月換新合約之後 據說換約價格有機會調升五成到一倍 哇 另外 四月起 上海大復工 長三角復工 五月掀起強運潮 貨櫃的指標 長榮 陽明 表現不錯 長榮甚至於還一度超越萬海 也得到法人的青睞 是啊 那散裝航運方面呢 指標股就看 慧陽KY 投信法人根本就是毛起來狂買 對啊 因為他三月份的營收 創下史高 前四個月EPS就高達5.43元 而且旗下還擁有最多節能的散裝船 對啊 而且他四月份有六艘船都換了新合約也漲價了 NICE 航空貨運方面大家想想四月份有些工廠它是必還生產 做出來的貨物流出現問題出不去 可是有些高價值的電子產品它就直接改空運 長榮航華航都可以特別的留意 長榮航的部分月增率跟年增率都比華航來的更高 很多數據顯示大船入港 2022年貨櫃航運業仍將大賺 全球的貨櫃需求也是隨著全球的經濟成長 呈現一個明顯的正向觀 有這麼好嗎 那現在的塞港是有多塞啊 有沒有塞爆 自己瞧瞧就知道 證據會說話 哇我嚇壞了 老師 那你之前也很喜歡講車用電子啊 說好的 這一天車車呢 控制表示 現在還是喜歡講啊 你都沒有看新聞哦 也沒有看TG哦 Stock17168趕快加起來 最近剛剛公布比亞迪的汽車銷量 完全不受封城影響 4月份的新能源車銷售數量相當驚人啊 高達10.6萬台 年增313% 全電動車銷量5.7萬台 年增是256% 比亞迪從3月份開始就全面停產 燃油車 就可以知道未來的整個大趨勢方向 全球的汽車成長只有4%而已 電動車的銷量是650萬輛 年增109% 更恐怖的是 中國2021年電動車的銷量是320萬輛 比2020年還要成長200萬輛 已經佔全世界的一半了 所以電動車的成長 相較於整體車市的成長 速度還是非常的快的 那你剛剛提到為什麼會缺車呢 是因為需求大於攻擊啊 大家都想搶車嘛 可是買不到啊 新聞講的是表象 如果沒有需求 沒有人想搶 那才是真正的利空 那麼有哪些個股可以留意呢 汽車的重鎮是在哪裡 上海 吉林長村 是 這些地區4月份開始受到封城影響 營收肯定是下滑的 但是目前看起來 整個全年度的需求並沒有消失 他只是往後遞 那5月份開始復工之後呢 肯定要加緊趕工 假日還要加班補回來嘛 最近幾檔比較強勢的 車用電池包含下6205的全新 4月份營收月增13% 年增32% 第一季大賺0.91 比去年第四季的0.59來得更好 6235的華谷 現在姿態表現也非常的強 他佔八成以上的營收 都已經轉型成車用的零組件 今年公司還要擴產 有大轉機 4919的新唐 車用的比重當中 是所有的MCU廠是最大的 修正過後 底部剛剛起漲 近期投信大買 再來 我們跟他分享很多次的 2497的一粒店 4月份剛剛發佈最新的3D AR HUD 5月4號下午最新宣布 發行有擔保的可轉換公司債 跟現金增資 那很多人問說這什麼意思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啟動募資計劃 你要問的不是股價會不會立刻大漲 而是要問說錢用在哪裡 這很重要 為什麼要募資 通常都是接到訂單 有擴產的需求 才會做這樣子的動作 各位可以持續追蹤看看 謝謝Leo 更多解析都在SAR 1768 我們在那裡等你哦 財經及時通 我們下回再會 拜拜